今天我们来到意大利的米兰来参加2019ECOMA米兰国际车展 这里面就是一个摩托车的天堂 走 一起来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宝马展台 这个展位也非常的大 今天宝马带来三款新车 一个是F900R 一个非常好的接车 还有一个是S1000XR的大改款车型 这个车无论是线条还是它的配置都有所升级 但是它最大的变化是在它的车头处 看 有一个小货嘴 而且这种全新的这种连谱辨识度非常的高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S1000XR以外 最让我吃惊的是既然他们推出了F900XR 对 这也是宝马首次把这个运动再加上这种拉力 结合在F这个平台上 也就是说之前的像F750、850它再次提升变成了900 而且全新推出的是F900XR 那么我对这款车非常感兴趣 在后续如果回到国内有试驾车 马上给大家带来一个测试报告 下一个展台 这个是国人品牌了 CST 我早期接受的正新是以耐磨 然后今用为主的一个品牌 给我的印象是以耐磨为主 但是在近千年的体验当中 我们发现现在的正新已经开始向国际化转型 他们生产的这种高性能的摩托轮胎抓力力非常棒 那么这一款胎我没有猜错应该是S1 是他们也在刚刚国内发布 然后这次又在米兰车展全新发布的一个胎型 它采用的一个技术非常好 就是一根钢丝去缠绕整个胎体 让它的支撑力更好 然后它采用的胶料 你看它的边缘部分 还会有这种排水槽的这种线条的设计 所以它的抓地力也是非常的棒 为大排量国的车开发的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A1 那么A1主打的就是多功能的一个拉力车型 包括像R1200GS 然后还有Multi Strada 这些车型可以配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胎怎么样 后续我们也回去试一试 然后这边是offroad的胎型 这种越野车的轮胎在欧洲卖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好 我们再往那边来看一看 390 ADV 单缸的小拉力 这个车目前的热意度非常高 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KTM390 ADV排量 单纯390了 我们不多说了 采用6个挡的一个配置 然后855毫米的座高 这个座高感觉没有那么高 然后158公斤的一个车重 这是一个运动的兄弟 看来他很喜欢这款车 我们具体看一下KTM390 它就Winter的一个配置 前面是一个小风挡 然后这边是一个液晶仪表 功能很齐全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按钮设计 具备的一个多种模式的调节 前面有一个12伏的一个充电的一个装置 倒立式的减震 应该是来自WP 藏来这看看 然后是Brumble子品牌的一个直栓卡钳 前面是配一个单盘 看了几货塞摸一下 对象四货塞的 一共四个货塞 制动力是在一个盘上 而且是浮动盘的一个配置 采用的是这种金属柱轮 不是浮条圈 然后这个发动机是单缸的 编织车架 然后这个座高 高是本人一个座 这个座垫好厚 然后握板的质感还是非常好 然后有一个小箱子 这个都是后选配 后尾部造型 后胎 来自于Continental 马哈顿胎 成本很大的 这个胎 OK 这是它的侧面 来 我们试试它的离合成不成 哇 非常轻 非常轻 这是它的仪表 来 我再来给大家来一下这个整体的感觉 看一下白色版本的 KTM 390 Advanter 边上这一部呢 这个是KTM 390 Advanter的 orange版本 就是 这边写着了 橙色版本 Ready to race 配置其实是一样的 主要颜色不同 来 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搭配浮条圈的呢 并没有 并没有 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配置 来 我们继续再往这边看一看 人非常多 那这边就是790的 就Vanter了 这款车其实我也很期待 790 AdV 这款车的 探险拉力能力非常的强 看那个大箱子 走吧 都是小配的 光阳 CAMCO光阳 呃 光阳这个品牌呢 是目前我国宝岛台湾啊 最大的摩托车品牌了 它生产的Top摩托车 我觉得整个做的都非常的好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光阳的展台啊 这光阳的展位也都非常的大 然后在整个展台中间呢 我们看到了光阳最新推出的叫Revonix 这是一款电力驱动的一个运动型街车 那么之前呢 光阳也推出过它其他的一种概念的电动车 但是相较于这款我觉得它的完成度更高 所以也期待这款车呢 其实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会越大了 那么整个这个车来讲 你看它使用链条传动 包括它的变速机构 都特别像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型 但是它的动力驱动却是这种电动的 所以光阳在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这种研发上面 是独具它们的特色的 颜值很高啊 这款车 光阳的CT啊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赛艇啊 但是这一部光阳的CT可不一般 在这块我们看到了CT125这个排量 看到了吗 CT125 换句话说呢 在国内我们用的是CT250 CT300 但是在欧洲啊 这么大壳子的车 它有可能是一个125排量的小车啊 所以这个也是欧洲的一个特色 看到了吗 然后这边是赛艇125 你受得了吗 这么大车125排量 S400啊 这个也很漂亮啊 然后Duncan 350 PCS 看这个前面大型 然后这个Duncan 125啊 又是一个大壳子125 在欧洲特色 这边是 EONIX的一个 光阳的一个特色啊 它的一个理论是换电站 就是它打消了电动摩托车 这种续航里程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具有前瞻性啊 因为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续航 一直困扰着我们了 那么光阳推出这个IONIX的这么一个理念 看到那个就是换电站啊 打开把这个电瓶拿出来以后 搁到里面直接换电就OK了 这种理念非常的好 现在大家看到呢 是NODOE的一个人机互联系统 那么在光阳这个人机互联方面呢 我之前也都体验过啊 他们的这个做的也都非常好 包括你的手机啊 可以跟那个车互联 互联以后呢 你可以去了解这个车的一些情况 现在他们都得拦上了 不让进 但是告诉你 这个NODOE 目前其实在国内 已经可以用了啊 这个很多在售车型 都是配备了NODOE这个系统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别的 我现在就再继续看一看别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